据环球网4月21日报道 在4月20日香港无线电视播出的《清新直说》节目中 提及香港保安局局长曾说 有外国势力干预香港证据的表态 美籍主持人楚简妮步步下套 宣称自己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证据 对此 邓炳强直接用英文回对这位主持人说 公开资料已经显示过相关信息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美国国际媒体署的署长也都承认 他们资助香港的示威活动 邓炳强表示 如果我对你说香港没有外国势力干预 我便是在侮辱你的智慧 你说香港没有外国势力干预 你是在侮辱香港人的智商 邓炳强的港警一哥称号绝非浪得虚名 4月16日 邓炳强在出席立法会会议时表示 假新闻与国家安全有直接关系 不少外部势力利用在香港的代理人 用假新闻假消息的方式 在香港煽动仇恨 分化社会 制造矛盾等 对于尝试用假新闻危害香港安全的人 警方会全面调查 一有证据就会做出拘捕及检控 5日 邓炳强在出席香港立法会 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时表示 自警方拘捕一名传媒集团老板等人后 一些针对香港警队的行为变本加厉 这些人的目的是希望吓怕警方 让警方不敢向他们执法 让他们葬法之后可以逍遥法外 他强调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必定为公义 为香港的法治 拘捕所有犯法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